国阵成员党被曝曾经接收夜马发展公司多达3亿令吉的款项 作为2013年大选的开销 除了巫统之外 国大党和马华 还有已经宣布退出国阵的沙拉越人联党和自由民主党都曾经拿钱 而巫统是最大得力者 根据财经周刊DH引述消息报道 多数接收款项的是巫统总部 也就是从前首相兼巫统前主席纳都斯里纳吉 其中一个大马银行户头接收将近1亿4500万令吉 据了解 调查官认为有关款项是来自一马发展公司在2012年和2013年发出的债券 报道也指出纳吉以支票的方式支付雪州巫统1900万令吉 荣福巫统有2500万令吉 其他成员党如马华国大党 沙拉越人联党和沙巴自民党也受贿 国大党获得1500万令吉 而马华则拿到1100万令吉 此外还有70个人 60家企业和10个基金会 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 从纳吉的银行户头中获得5亿令吉 一马公司专案调查队29号证实 当局已经冻结涉嫌挪用一马资金的一些组织机构和个人的银行户头 包括巫统总部和数个州联委会的户头 沙拉越人联党的户头也被冻结三个月 协助调查 N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